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我看我这个留言区啊 有一个朋友的留言啊 特别有代表性 我给大家念一念啊 他说他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吧 就看到过我的视频 但是呢 他那时候呢 就是不喜欢我 因为他发现我的视频都在是畅衰中国啊 他是香港人 他说当时他是很爱国的 他对于这种中国 以及这个中共的这种意见啊 是他们可能是错了 很多事情是错的 但是呢 只要给他们机会 他们就会改 香港人他说 就是自从日本 就是进攻中国侵华战争以后吧 香港人都是很爱国的 然后呢 现在呢 他就发现错了 因为香港反送中持续正常时间 他说我们发现错了 错了 说我们付出换来的都是伤害 说伤害的不光是年轻人 还伤害我们的心 也伤害我们的自由 他说真是自作自受啊 这应该是一位香港的朋友 就是刚开始不喜欢我的节目吧 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 是其实不喜欢我的节目的人还有很多 我做的很多主题呢 确实是那些非常招骂的主题 而且我以前我做过两期节目是关于这个粮荒的问题 这两个节目也是特别招骂的 呃我想今天呢 对于这个粮食的问题想再进深一步的聊一聊 因为啊这毕竟关系到墙内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 我觉得能够提醒一下呢那是最好 不管说是喜欢我不喜欢我 你认为我是黑也好 能够起码搁登一下能让你有一个思考警告是不是要囤粮食了 我今天呢我也是看了一篇文章吧 很多观点等于说是弥补了我之前的一些细节 给大家去分享这么一篇文章吧 他这个文章里他问了几个问题 主要是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现在的中国哎还有多少人在种粮着有多少人在为这14亿人种口粮啊 咱们现在都知道现在中国呀就是说那些青壮年啊那劳力啊大部分都是在那种城市里面呃年轻人种地的很少 呃不是说没有很少呃早几年我还记得有一个中山的朋友呃他写过一本书叫大国空村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他又深刻就写揭露了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没人种地了这么一个你看现在啊七零后可能还会种点地八零后就没有多少人懂啊啊我是八零后我就不懂种地 虽然说我有个菜园呢但是呢我还得跟人学种点菜然后种主粮我都不会那九零后那就更不用说了九零后会种地的那就更少了那问题来了那这以后啊就是说 这个城里人就是乡下人进到城里人越来越多那么等到那些老一代的老农民都老去了那么这个地就水来种了 你看现在的农村呀这个农村这个儿童的出生率也是非常的低孩子也是越来越少 现在就是这个国家呀老公他为了节省开支呀他把那些什么医疗教育都往那些城镇发展啊你逼的那些 父母们为了孩子的教育也不得不尽量去往那些有教育医疗环境的城市去去靠近啊 还有像那些农村呀那些上学啊很多都是上完初中啊小学呀就不上了能上完高中就了不得了然后干嘛都出去打工了出去赚钱了是吧现在在农村谁要是说是高中毕业了还在家里面说种地是吧不去打工赚钱 那长辈们都戳几张骨这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不出去不出门赚钱贴在家里面那像什么样子是吧 所以说现在农村这边就是人也越来越少孩子的出生率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在农村在农村里面连老婆都不好找啊 那个彩礼开的都这么高是吧随随被面都十万二十万几十万起是吧老婆都不好取而且现在你看这个男女比例也是女的少男的多是吧在这一块有时候人们也是为了被逼无奈吗也都是进城吧看进城里面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老婆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看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城镇化啊国家呢他刻意的去推进城城镇化就等于说是把那种农农民啊继续往城里面去赶啊以前农民叫什么叫农民工啊以前的那些农民工吧他们到那些农忙的季节有时候还回家去收收粮食啊我小时候呢我还知道就是说某些工厂呢还是单位啊还知道放个假说家里要收粮食 给放几天假现在呢现在你那些北上广深那些打工的你得你再给那个你们那个厂长请假说我要回家收粮上去给你批吗就算给你批你自己算这个账你来回火车票你再加上来回这个住宿费啊来回这个耽误的务工费哎你你这耽误的钱都给你这粮食卖的钱了是吧那干脆就是说现在都是长辈人说粮食该收了我打个打了钱过去你找别人收吧啊是这样呃农村的年轻人现在对土地啊 已经没有是感情了就是他是已经没有这种意识了这种思想上的改变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以后中国可能就可以说会看到这种结果就会自己就会尝到这种苦果了而且现在这个农村的人口观念嗯也在改变人口结构呢也在改变家族还有什么文化呀这个传承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是坍塌了你说那些那个农村 农村那些老农民吧他们对这个土地啊是有感情的他们是见不到土地荒的他们只要看到这个土地荒了他就会想办法去搞点什么种子去撒上去浇水然后去去去去去送土然后呢他们就习惯了哎但是新一代的农村人吧他们从这种思想上从经济上他们是已经说是在彻底的想去摆脱农村了现在就是这么大一个农村就是没人去种了 刚刚第一个问题呢是谁来种地那么这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农民种粮食那么粮食要从哪里来哎你咱们就是你看那个美国他们的农民啊也占人口比例的只占1%到2%之间哎美国的农民是非常少的那么中国呢如果说中国要是说农民人民都不愿意去种地了那粮食从哪来你你要靠进口吗你花钱进口吗 是吧就它是全球所有能交易的粮食都运到中国来这都不够哎你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说进口的粮食到中国来价格还能过得去那是因为现在就是中国多少还有点这个粮食自己自足率百分之六七十是吧这但是呢这个产量是十分的有限了如果说等到这个自己自足率都不够吃的时候这个问题逐渐暴露的时候等到这个产量是十分的有限了如果说等到这个自己自足率都不够吃的时候这个问题逐渐暴露的时候 必须要向外国进口粮食的时候那就等着就是说伸着脖子跟人砍了是吧别人定什么价你就得什么价格买是吧中间的收购的商人是吧他们只能够以高价从外国买来粮食然后再提价那不可能说以良心价卖给中国人吃了啊你看看日本吧再看看泰国吧哎日本米泰国米其实他卖的都不便宜卖的都很贵但是这两个 国家他有一个国策基本国策就是一定要保证啊这个农民的利益他不能让这个生产粮食的农民啊一边流汗的种地一边又因为卖不上价格而流泪所以说你就像日本泰国这样重视农业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粮荒你要是从泰国日本进口粮食也都很贵大家吃过这个南方的进口泰国米啊价格都很贵是吧现在呢你虽然说是 由于这个汇率等原因吧能用比较低的价格拿到一些粮食但是你无论从这个量还是从价格来上面来说吧这个这个中国我觉得都不可能把这个保押在这个进口粮食上面粮食问题一爆发这是要往党国的哎你没有听错是要往党国的这个国他不会往那这个党肯定就要完蛋啊那么进口不够那么你自己解决 自己种农民不种地怎么办搞新农业吧是吧搞搞那个大农场是吧 你那这个土地怎么来 农民不种地了把土地就是拿出来是吧交给那些农场主 那这样也不划算呢 农民自己种地的时候是不用交租金的呀 你要是把这个土地都包给那些农场主了那农场主他还要去付租金的呀 农民种地啊除了自己的地不要租金呀但你老农民他认为自己啊 这个劳动也是不用去记账的啊他不可能说是吧我每天我干了八小时我今天有没有 挣200块钱是吧他不会去算这个账是吧农民他种地他是种情怀 你要是单纯按照这个工作时间工资算的话你随便找一个工厂的打工的然后就按照最低的那种工资算 他随便卖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就能够买这个一年的粮食了 那 农民住地都赔钱呀 那这个赔钱的买买谁还做呢 你说这个农民他自己本身种粮就不赚钱你要是再把土地租给农场主 那他怎么可能赚钱 是吧 你说这个接手刘传土地的农场主吧他 付了这个地租 而且还雇了人 人力成本 然后还有什么机械呀等那些大资本的投入 他种出的粮食啊国家不会给你保障 所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你搞这个新农业是一个 这个高资金高投入啊高人力高风险的一个产业 这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第一批冲进去种粮食的他其实 那就掉坑里了想爬上来他就费老劲了 我重庆有阳有个朋友他现在就在家里边搞农业 是吧他本来是一双作家的手结果的被磨成一双 老农民的手他根本就赚不到钱 只能够赚到自己一家吃的 其实 钱就这根本就赚不到 那你要是在换位思考啊 如果说是种粮食 不赚钱 那么你就种那些经济作物呢 什么 蔬菜啊 什么水果了之类的是吧 大概都那么想 结果大家都去种 一国风的都去种这些经济作物 但是市场需求是有限的呀 你今年种西瓜可能 几块钱一斤卖的很贵啊 结果第二年大家都去种了 结果就便宜了几毛钱一斤都没人用 所以说这几天你看那个流域那个刷推特啊 就很多那些农民把那些 苹果呀 得滞销的还有什么什么蔬菜呀 滞销的都扔到沟里去了 卖不掉啊 价格压的很低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在运输的过程中 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成本 都赔钱 所以说你不种粮食 你种经济作物也不行 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搞农业啊真的是 就像我那个重庆的朋友一样 他是勇士啊 但是 他已经成为这种 是吧 掉坑里了 爬不上来了 什么什么鼓励什么 返回农村 再就业呀 你卖油条你卖包子卖豆浆啊 一年 一年赚几千万 那这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农村都这样了 还在搞什么新农村搞什么成真话 有吧 以前我节目我曾经说过一次 这个房地产是老共啊 最后的一个折修部 这个房地产的不能让他崩 就是说这个层层的去挂底皮 然后就是先是北上广深 然后就 辐射到 一线二线城市 然后三线城市 然后到城镇化 他都在搞这么一个 就是说这个房地产 他就是 国家GDP的领头羊 你可以去这么理解是吧 所以说 盖房子就要有人买 那么一二三线城市 房子卖不掉怎么办 那就把农民往 城镇里面改 让他们去买房子 是吧 就是随便忽悠吧 农民其实都很淳朴的 有时候 有时候农民也很聪明 有时候农民也很淳朴 就忽悠他们买房子 你看现在就是农民 就是种地是无力可图 然后农村也没什么学校了 然后医院也没什么医院了 所以说这些农二代三代 为了这个医疗 为了上学 都开始往城镇里跑 以后农村人就越来越少 这个地就荒得越来越多 当然了 可能就是说看我节目的朋友 分地区 你说华北平原那一带 那个地是比较紧的 但是你要是往华中 华南那边去看的话 那么地荒子就太多了 因为像华北地区的那边 就是平原比较多 适合大机械的耕种 但是呢 像那个山区的地 就不适合那种机械化耕种 提前往很多都是那样的 所以说特别是在西南 华中地区 那个 土地抛荒特别严重 那什么时候这个 才能够真正实现这个粮食产业化呢 那还是得等这个 再隔一波韭菜 比方说这个红色家族 他们重视了是吧 退一个家族出来 你去主管农业 然后这个家族 主要把这个 土地都垄断起来 然后就像掌握石油一样 掌握这个粮食的定价权 那时候老百姓可就惨了 所以说这个粮食危机肯定会来的 留给大家准备的时间 确实是不多了 我之前做了两期节目也在被骂成狗了 我也无所谓 我还是那句话 家里呢 至少存个一年煮粮 是吧 就是说买新米 吃沉米 保持一定量 是吧 遇到危机呢 起码能扛个 最少能扛一年吧 是吧 今年这个猪肉应该算是 创下了这个 有史以来最高的价位的吧 这个猪肉 这个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你买不起这个猪肉是吧 有人说我可以买豆制品呀 买蛋类呀 买鸡鸭鱼呀 是吧 那如果发生粮荒 那你拿什么田 是吧 他这个食物这个这个供给链 他是一个整体的链 某一环节出问题 其他环节 全部都出问题 我又想一句老话了啊 说这个 某个皇帝 白痴皇帝说 这老百姓没粮食吃 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那现在呢就是有些那些 弱热的人他也会去这么去想啊 猪肉那么贵 那我可以去买羊肉吃啊 买牛肉吃啊 如果这个老百姓没粮食 那还可以去吃海鲜呀 是吧 这都是一种 混蛋逻辑 弱热逻辑 好吧 反正今天对于这个粮食的问题呢 我又 比之前的两期呢 又稍微再做了一些补充 那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见啊 好 好 好